近日,孙力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条庆祝结婚十周年的动态,引起了网友们的纷纷关注。 她在这一次的发文中称道十年了,祝福现在期待未来的这几个字,然后在下面配上了九宫格的照片。 在他们的照片当中,可以看到了她与自己的爱人邓超,两人亲密地靠在了一起,然后隔着口罩都能看到了隐满的幸福感。 不过在他们这一张照片当中,也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了邓超,在鬓角边上的地方已经长出了白发,并且眼带也是比较的明显。 而在另一张照片上,却能清晰地看到了他们那两个孩子,在这一次亮相当中,又比以前长大了不少。 他们在这一张背景照中,等等搂着自己的小花妹妹正坐在钢琴凳上,然后耐心地教着妹妹弹琴,氛围十分的温馨。 当网友们,在看到了这一条动态之后,纷纷在留言区称赞了他们。 有的人评价到了,习婚十年,祝福祝福。 而有的人调侃到了,邓超用了十年的时间,让娘娘长得越来越像她了。 并且其他网友也是表示了,他们两个怎么越来越像了呢,等等的评论。 而在这一条动态发布出来之后的不久,邓超也开始了转发并调侃这条动态。 他在转发的过程中,调侃说到了,你的手臂不胖的这几个字,并配上了一个狗头的表情包,非常的有个性。 同时也让许多人都纷纷表示了,真的十分羡慕他们这样的一对夫妻,结婚十年却依旧犹如新婚一样的相爱如初。 就在前一阵子的时候,他们夫妻两人,还曾带着孩子们一起到山中去度假。 虽说他们在当天的造型中十分朴素,不过他们却玩得非常开心,夫妻两人还玩起了护杯的游戏,邓超直接爬到了孙丽的背上。 然后虽说看上去让人觉得有点像是,邓超在欺负自己的老婆,但孙丽其实笑得十分开心,并且在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 那么,你对于他们这样的一对幽默夫妻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?